咱们节目里边可是没少说 这应该是中老年的朋友比较多 但是这种便秘的特点 应该就不是大便干燥了吧 应该是排便无力 这个马尔兹皮湾时间长了以后 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 就导致没有劲 乏力的气虚 就是一个没有劲 使不上劲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腐压 我们排便的时候 适当得得用点腐压 那腐压的话 这是我们这个力气活 是吧 他有的临床上的便秘的病人 就是说我没有劲排便 这是第一 第二 我即使是使劲排便了 然后我得躺回到床上躺着 得歇半天 这劲才能过来 就像是大病一场似的 这就是明显的气虚 润肠通便药时间过长 导致阴虚加重 甚至引起气虚这样的情况多不多 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有一回在门诊 出门诊 然后一个老年的一个男性 一个老爷子来到我这来 就是要我解决便秘的事 然后跟我叙述 这个马尔斯匹丸 我吃了好长时间了 我说你吃多长时间了 他说吃了半年多 快一年了 我说你为啥吃这么长时间 他说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我的药 我刚开始吃的药 真效果真挺好 但是后来越吃越吃的 效果不好了 我以为劲小了 我加量 加量了也不行 越来越感觉疲乏无力了 他说我这个体脂下降了 我感觉不对劲了 他说我找你来看一看 后来我一给他一个望问问切一看 我说你这个第一吃的时间长 第二量太大了 伤人了 反倒不好了 所以说那个病人 我记得又给他 赶紧给他扭转 又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 才慢慢地给他扭转过来 这位吃阿尔斯匹丸 长达两年之久的朋友 气虚都找上门了 吴老师又该怎么帮他呢 广告之后和您说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经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益生经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上一节咱们说到了 大便肝结五辛烦热 这是阴虚便秘 麻热子匹丸效果不错 但最好服用不超过两周 有一位朋友用了三个月 眼干腿抽筋 这是又添了血虚的毛病 还有这位朋友吃麻热子匹丸 居然吃了两年 结果不光便秘没好利索 还多了排便无力 神皮乏力的毛病 这不就是气虚了吗 怎么补这个气 在火麻烟继续保留的情况下 再加上两味补气的药 加了两味药 大家伙看一看 认不认识 太子森嘛 我倒是认识这个黄旗 咱经常说嘛 黄旗我知道是补气的剩药 太子森我确实听到的少 太子森呢 也是补气 补气的同时还有个养阴的作用 所以说呢 它补气的力量啊 稍微柔和一些 你量可以稍微大一些 但是它就不像人身 人身呢 有的时候比较躁一点 俊猛 有点躁 气虚便秘也需要润肠啊 你想啊 这个气虚便秘 它从哪发展而来的 由于血虚 长照便秘 发展而来 那个基础性的疾病 它是不会改的 黄旗太子森和这个火麻仁 怎么样一个量 黄旗用十颗 太子森可以用十五颗 火麻仁呢 再用十颗 那煮水半个小时 吃一周到两周啊 能够缓解很好的 这个便秘的情况 你看这个麻食自皮丸呢 很多的朋友吃仨月 吃两年就出问题了 刚才谷老师也说了 不要吃中药超过两周 那是不是所有的中药 都是不要吃超过两周啊 也不一定 如果这个中程药特别适合你 你可以时间稍微长一些 那么具体吃到多长时间 第一根据病情 第二根据体质 第三根据药物的有效成分 我建议应该找一个中医 有效那会因为 现在我们学生的感觉 那么主要是灵魂 垂上还是滣楼 所有的地域